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開放的朝代 在社會上女性地位高 且穿著非常奔放 而宮廷裡自然也是各種荒誕不見的事情 今天我們就要聊聊 唐朝開放到什麼程度 唐朝會這麼開放 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經營上來看 雖然唐朝皇室自稱是老子狸二 還是非江軍狸狸廣的後代 但現在的歷史學家研究 唐朝皇室應該有鮮卑族的血統 那麼就可以說得通了 遊牧民族本來就比較尊重女性 且不聞中國倫理那一套 兒子和後母談戀愛 曹曹幫弟弟登大廊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自然女性地位大幅上升 首先就是老婆玩來玩去的問題 英明神武的常態中 靠著玄武們之變 拔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 與弟弟李元吉 接著強迫老爸退位 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最後李元吉的老婆楊妃 被李世銘占為己有 還為李世銘生下了兒子 哥哥不但殺了弟弟 還玩弟弟的老婆 但對他們來說 這是很正常的 接著繼續的老李世銘 李世銘的大兒子叫做李前成 也就是太宗寄予厚往的太子 太宗請一國之力 願意栽培這個太子 但這位太子卻衝破傳宗接代的自固 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性向 他愛的是男人 這男的叫做秤欣 還是個玩樂團的男人 或是什麼高官貴族 這件事情被老爸太宗知道後 沒有非太子 只是殺秤欣 然後罵罵太子而已 好基友被殺後 里程前整天查不吃飯不想 還幫秤欣立了一個像 早晚三炷香 太子本來就和弟弟不和 就懷疑是弟弟李太舉報的 因此更加不爽李太了 也因為爸爸殺了秤欣 父子關係越來越惡化 兩年後模仿失敗 被流放外地 為了自愛的男人 不惜與家人鬧翻 在那傳統的封建時代 可說是多難能可貴啊 同性戀並沒有錯 咱們也不該歧視同性戀 但在當時 王太宗生出一個搞基的太子 痛心皇位要真的傳下去 豈不是要絕子絕孫了 不過痛心的事情不止一件 那時太宗非常疼愛她的小女兒高陽公主 幫她安排了與名稱方薰寧之子 防依愛的婚室 不過高陽公主顯然對政治戀姨不感興趣 不喜歡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防依愛 而是喜歡儒雅溫潤的文藝和尚 於是搞上了當時剖父文采的便捷和尚 便激可是大唐的傑出青年 三藏法師的徒弟 當時負責翻譯玄奘帶回來的佛經 還協助編傳大唐新一季 可說是和尚中的高高手 你看看唐朝要是多麼開放 公主還可以跟和尚亂搞 結果呢 便激和尚慘遭太宗妖斬 高陽公主從此生惡唐太宗 太宗死後 高陽公主繼續玩很大 又與一些僧人私通 且都是玄有才華的 分別是很會善命的秩序 而能看到鬼的惠鴻 與藝術高超道士李晃 然而他老公大唐第一綠帽仔 似乎也覺得沒什麼 因為後來高陽公主 總有防依愛謀犯 結果失敗了 被哥哥李智處死 這個李智就是唐太宗的第九子 也就是唐高中 唐高中不是同性戀 也對尼姑和尚也沒興趣 所以來當接班人可以吧 唐太宗這樣盤算著 結果李智愛上的 是唐太宗的老婆武則天 按輩分來說 就是李智的後母 我們先來聊了武則天 武則天14歲時 唐太宗就聽說他很beautiful 把他納入宮中 雖然武則天很漂亮 不過唐太宗對他沒什麼興趣 就給他封了個才人 是個無品官 就沒有後續了 另外仿間小說戲曲 說唐太宗口味很重 對前朝水洋帝陽廣的妻子小皇后 很感興趣 甚至不惜發動戰爭 就是要搞到大家33歲 60度的小皇后 痾…這純粹是小說啦 總之李智從小 就與武則天偷情 但李市民看起來也不怎麼在意 他一直還是穩穩的 因為在玄武門之變中 被李市民殺死的哥哥李建成 與弟弟李元吉 也曾經被他舉報過 這兩人與後母張婕魚 伊德菲四人死通亂倫 可見家族間玩來玩去 在唐朝是很正常的 我李市民的太子和正無品的才人 進行心靈和肉體的交流又怎麼了 欸不對那是你老婆欸 唐太宗死後 依照唐朝後宮的規則 武則天需要替法出家 於是武則天就變成了尼姑 等李治變成了唐高宗 武則天又還俗回到了高宗的後宮 潛入宮前就已經懷孕 後來還變成了正妻 被立為皇后 從後母變成皇后 這已經夠列齊了 更列齊的是武則天最後當上了皇帝 對的 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 也是唯一的女皇帝 武則天登基時 已經66歲了 誕生為皇帝 自然後宮一個都不能少 於是武則天也開始養起人來衝 甚至成立專門機構 控機 喔不是控賀監 你可能會問 都66歲了 怎麼對這檔事還這麼有興趣 從史料中可以找到答案 應該也是家族遺傳 因為武則天的媽媽88歲時 竟然還有自己的外孫 也就是武則天姊姊的兒子 賀蘭敏茲亂倫 這個賀蘭敏茲非常俊美 也和表妹太平公主有堅情 所以武則天在這方面也是有需求的 神使千金公主推薦了某男薛淮 薛淮毅長得帥身材又好 讓武則天非常滿意 為人掩人耳目 在武則天的安排下出家為生 後來薛淮毅仗著得寵 越來越不受控制 於是武則天下令 讓太平公主殺死薛淮毅 第二位男寵則是獄一聖蘭露 不過聖蘭露也年過50 已經賀不從心 於是女兒太平公主 推薦了二十幾歲的小生肉 張昌宗入宮 張昌宗又向武則天推薦了哥哥張義茲 於是張家兄弟和賀之力 聯手取悅武則天 武則天非常滿意 導致晚年大權旁落 讓張家兄弟已把持朝政 最後武則天並縱使 眾多大臣發動政變 朱殺張家兄弟 逼迫武則天退位 恢復離家的唐朝 而後來就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 楊玉環一開始是唐玄宗兒子的老婆 後來見到自己的兒媳婦這麼漂亮 就設法想要娶到楊玉環 於是先讓楊玉環出家 就像當年禮智取悟則天一樣 就這樣繞了一圈 把楊玉環搞進了宮 至於也此說的 唐玄宗、楊貴妃與安禄山三人 玩起了多人運動 那種下流世紀 正式沒有血 我們就不多說了 從唐朝宮廷一亂程度 就可以知道唐朝是一個很開放的朝代 在唐朝女人可以當皇帝 可以選擇自己相愛的人 外族人可以入朝做官 也因為兼容並蓄、開放的風氣 讓唐朝的經濟、政治還有文化 達到空前的繁榮 這幾年非常流行古裝後宮劇 不但成功刻畫了人性 也讓我們可以虧古代後宮的生活 如果喜歡後宮劇 或是想體驗古代生活的 千萬不能錯過這款 全新的RPG手遊《羅夢令》 《羅夢令》故事就設定在唐朝 你剛剛在故事裡面看到的角色 先不管綠不綠 幾乎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例如帥哥和尚遍姬 勇敢追求真愛的里程前 還有武則天 其他唐朝知名大咖 第100安路3 上官晚而都會在劇情中出現 左右劇情的發展 但最重要的是替父親報仇 因為主角父親在玄武門之變中 不幸遇害 必須透過進入後宮 穿梭在各個人物之間 仔細推敲 才能找到害死父親的兇手 遊戲劇情龐大 在與其他人對話的過程中 你必須自自推敲站對邊 要是選出了對話 可能就會引起別的視力不滿 還真有點後溝鬥盡的感覺呢 感情線方面 玩家可以追求自己喜歡的角色 好感度到達一定階段 可以解鎖更多劇情 而且啊 玩家因為某個角色過於曖昧時 其他角色可說會吃醋的喔 世俗獲勝的生活中 有這種好康就好了 如夢寧中有上千套服飾可以選擇 可以擁有華櫃或小家比喻 或是抑鬱風情 可以依據個人喜好隨意搭配 除了服飾之外 頭飾、耳飾、花店、面飾、妝容 都可以自由組合 絕對可以打造獨一無二的你 隨著劇情發展官位晉升 前面說了 後宮也是有關決的 像是五折天就是無品才人 而遊戲中隨著劇情發展 官位也會晉升 還有各種修行玩法可以玩 像是豆貓、種花、煮飯、仿學、尋弓、切食等等 然後能生活更加輕鬆有趣 而且遊戲配音可不馬虎 願意找香港TVB電視台知名配音員 無語只是台灣配音員陳美貞 就是陪朵阿姨夢那個配音員啦 現在就一起回到那個開放的長安 在場唯美的邂逅吧